我吃牛排 因為我覺得牛排感覺比較高級 沒錯 台灣人就是這麼愛吃牛 上餐廳 氣沉民眾都想吃牛排 根據調查 一個月台灣人可以吃掉 三萬七千噸的進口牛 而且種植不重量 有老饕牛支撐的樂眼上蓋肉 一條牛才這樣一小塊 但這樣的頂級牛排 已經無法滿足老饕的胃 老饕級他會來這邊預定 澳洲12級的樂眼 可能1000頭裡面可能會有10頭 肉食狂潮來襲 五星級飯店也推吃巧克力的 頂級和牛 12盎司要價7498元 每個月至少得進貨20公斤 而原本只屬於高級牛排的 澳洲酒家和牛 也開始在燒肉店出現 頂級澳洲酒家和牛的樂眼上蓋 用爐火炭烤 翻面來回烤個3 5秒 油亮亮的油花 彷彿在表皮間跳舞 這樣吃最軟嫩 我們用的是澳洲的純血和牛 對 就是摳背的和牛 台灣人從過去吃到飽的冷凍肉片 到現在大塊大塊的進口頂級牛肉 吃好肉已經悄悄變成一種流行蜂巢 記者到李維廷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 jedeross5秒 在北河島內 也是400秒 fem% 也是400秒 很多是 CHA